今天晃晃口味 我们来拍拍弹蓝 这只是静弹科的宗静弹 看它在手上这摇摇晃晃的姿势 是模拟的风吹动树叶的那种摆动的姿势 这一类的小弹蓝它飞行能力不错 所以想要上手它是比较有难度的 像这只的话也是机缘巧合 它才给我上手的 不然的话基本上这视频是拍不出来的 我尝试了很多次 很多弹蓝它都只给我1-2秒的时间 或者是2-3秒的时间去拍它 基本上不会有太长的时间 看它看到手机的光线 直接就爬到镜头上来了 宗静弹的主要特征是 看它捕食足内侧的这些黑色和黄色的小花纹 看它这黑黑大大的眼睛 基本上还看不到尾瞳的样子 这一类的小弹蓝一般都喜欢出现在低矮灌木丛里边 你们晚上到低矮灌木丛的那些叶片上去找 可能会容易找到它们 当然北方地区基本上是很难找到的 主要还是分布在南方地区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会容易找到它 就是晚上在路灯底下它可能会出现 因为这种弹蓝也有很严重的趋光性 它喜欢绕着灯光飞 路灯的话你最好是选一些叫偏僻 然后旁边有很多那些茂密的植被的那种地方 那种地方就比较容易会出现 但不只是汤汤很多甲虫类的也喜欢在那些地方出现 一排的那种路灯底下你还比较难找到 不容易找到 现在可以看出它明显的是想逃跑想飞了 它在找一个合适的姿势 方便它起飞 最后看我们一眼 这是要走了 嗯 飞掉了 另外的这只是鲜柔潭 就只拍到它这一小会儿 没办法它跟了我一路 但是就是不让我拍 这些小潭了非常的上飞啊 没办法 就真的是只能拍到一小段 观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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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众